1935年,红军的部队正在长征,此时一位13岁的红军小战士在跟随队伍过草地的时候,突然觉得尿急,于是这位小战士便离开队伍去如厕,可是当他急急忙忙赶回原地时,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,这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哪里还有自己部队的影子呢? 而这位脱落队伍的小战士最后怎么样了呢?大家好,欢迎关注硬核王探长,点关注,不迷路。 13岁的小战士 这位13岁的小战士名叫罗玉琪在1933年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,随后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,罗玉琪便跟随大部队开始长征,可是年幼的罗玉琪在长时间吃野菜,甚至是野草为食后,他的肠胃开始抗议起来,在罗玉琪忍受很久后,终于肠胃开始发出强烈的抗议。 当罗玉琪因为肚子不舒服,想要上厕所,但是估计有女同志在场时,他决定去远一点的地方这样,大家都方便一些。 可是让罗玉琪没有想到的是,当他解决完急急忙忙跑回来的时候,大片的草地上却再也没有了部队的影子。 罗玉琪在心里想,部队说不定刚走没多久。 我一定还能赶上,可是茫茫草地上都看不到部队的身影,罗玉琪想要追赶部队谈何容易,但他终究不想破坏自己的美梦。 随后罗玉琪加快脚步追赶部队,可是年幼的他平时跟随部队,都是靠快步走,才勉勉强强到达队伍最末尾。 何况这次罗玉琪掉了队,他一个13岁的孩子又怎么能跟上大人的步伐呢? 但罗玉琪并没有打算放弃,他还是继续努力追赶着队伍,可是在长途跋涉的时候,罗玉琪的双脚在经过地面的打磨和水洼的吸力后。 脚上的水泡被磨破不知道多少次,而后伤口处开始溃烂。 可是罗玉琪只是将草胶碎了敷上去,而后找一根小棍子支撑着行走,但罗玉琪并不打算放弃。 随后他拿出了自己口袋的最后一个窝头,咬了一小口后,又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。 罗玉琪明白,这是自己最后一点口粮,如果一口气吃完了,那自己可能就再也追不上队伍了。 在休息一会后,罗玉琪又开始启程,开启新征程。 不知道罗玉琪到底走了多久,就在他越走越慢的时候,罗玉琪发现天也要黑了。 随后的罗玉琪知道,如果自己没办法在天彻底黑之前找到队伍, 那自己的后果便能预料到了。 在罗玉琪将包里最后一口窝头吃掉后,他拄着拐杖继续向记忆中部队的方向行进, 凭借顽强的毅力罗玉琪很快便走了一大段路。 此时罗玉琪心想,一定要找到队伍啊,如果不能成功的话,自己可能就要葬在这里了吧,会被找到吗? 就在罗玉琪精疲力尽认为自己要死在这片草地上时,他却看到了一个人。 罗玉琪嘲笑自己道,现在都已经出幻觉了吗? 都看到有人了,可是他还是向着那个人的地方一步一步地前进着。 很快,罗玉琪便意识到,自己不是出幻觉,也不是在做梦,自己真的看到人了。 而且那人正在边向自己招手边跑过来,此时罗玉琪眼眶湿润了起来,他在刚刚还真的认为自己是出了幻觉。 这时,对面一拳一拐的小战士,跑向罗玉琪,在罗玉琪走近后才明白,原来两人都是掉队的,可是在这茫茫草地上,有同伴就有希望。 于是,两人结伴而行,还好罗玉琪和同伴是幸运的,在两人没走多久后,便发现了一群人的身影,两人用尽全部力气呼喊着向那群人跑去。 原来,这群人有些是重伤员,自己为不拖队伍后腿,便决定脱离队伍,也有些和罗玉琪的情况相似。 这是罗玉琪看到一个健硕的身影,此人哪怕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,仍然给人一种安定的感觉。 遇到副连长 后来,罗玉琪在跟随这一波小队伍后,在交谈中才知道,刚刚见到的那个人是一位姓李的副连长,因为自己的通信兵不知去向,于是他便回来寻找,遇到调队的战士们便一起收编了。 李副连长就队伍里主星骨,在李副连长的带领下,青伤员附着重伤员行进,随着行进的脚步,这支队伍的战士也越来越多,之后,这支队伍甚至有了五十余人。 可是青伤员搀扶重伤员走的,可以说十分缓慢,在队伍越走越慢的时候,李副连长也意识到了队伍里的颓废情绪越来越高,于是李副连长做了一个举例。 随后,李副连长便让众人先行休息,在休息的时候,李副连长把自己的想法和众人说了,我们人可以调队,但思想不能调队,李副连长明白,只有信仰才能让众人熬过这一次的困难。 李副连长这次的提议,众人纷纷表示同意,而后,李副连长和众人便组建了一个临时党支部,随后在选举中,众人都选李副连长为这个临时党支部的书记。 而后众人制定了针对众人的行动计划,在制定完毕后,青伤员和体力还好的战士便去收集柴火和一些可以找到的知识。 艰难勇敢前行 众人在厚厚的雪地里艰难前行,寻找能点燃柴火的木材,大家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饥饿,因为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饱饭了,大家寻找了很长时间。 终于在一个小山坡上找到了一些干燥的柴火,虽然数量不多,但这已经足够让众人点燃火源,烤热自己冰冷的身体。 众人欣喜若狂,轻松地坐下来,享受着柴火带来的温暖,大家感到非常满足,就连几天前还急着去找食物的欲望也荡然无存,大家围坐在一起,相互分享着生活的点滴,传递着温暖和希望。 然而,就在大家津津有味的聊天时,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份宁静,李副连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来了,大家都感到有些担心,等到他终于出现在大家面前时。 众人惊讶地发现他带来了一个山羊。 众人欣喜若狂,对于食物的渴望瞬间重新燃起,虽然山羊并不算大,但在此时此刻,他已经是众人见过的最丰盛的食物了,众人迅速集结起来,准备考制这个难得的大餐。 然而,李副连长却下达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命令,让众伤员先吃。 众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,带着疑惑和吃惊的眼神,看着李副连长。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,一位轻伤员站了出来,他表情坚定地说道,是的,让众伤员先吃吧,他们受伤更重。 需要更多的力量来康复。 众人开始认同这个决定,一个个轻伤员站出来,自愿让位给那些需要更多营养的伤员,他们虽然饥饿,但却将有限的食物留给了那些更需要的人们,这个团队的力量和团结感让人感动不已。 众伤员们吃得很慢,小口小口地品尝着这美味的山羊肉,其他人静静地看着,眼中满是满足和鼓励,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可吃的, 但他们的心里却充满了幸福和团结,得之不易的食物。 在众伤员们吃完后,剩下的一小块山羊肉被平分给其他人。 虽然每个人只能尝到一点点,但大家都觉得这是他们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,吃完后,众人稍作休整,收拾好行囊,再次踏上了艰苦的征程。 他们深知,虽然山羊肉只是暂时填饱了他们的肚子,但更重要的是这份团结和信念, 他将给他们带来无限的力量和勇气,众人挥别了温暖的柴火,继续前行。 此时,众人进入的草原十分危险,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,脚下的可能就不是草地,而是沼泽地, 在众人小心翼翼地行走途中,还是有战士不小心掉入沼泽地。 这位战士在掉入沼泽地后,就知道自己被救出的几率很小,于是他向众人说道你们走吧,不要因为我浪费时间了。 这一路走来,虽然不是一个连队,但大家早就有了深厚的情谊, 李副连长讲到一个人都不能掉队,于是李副连长找来绳子,将绳子绑在自己身上, 让众人一起拉,在众人使出全部力气后,那名战士终于成功获救。 这位战士在掉入沼泽地后,就知道自己被救出的几率很小, 于是他向众人说道你们走吧,不要因为我浪费时间了。 这一路走来,他们虽然不是同一支连队,但在这段时间里, 他们之间已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, 副连长李明意识到一个人都不能掉队的重要性,于是决定采取行动, 他找来一根结实的绳子,并将其系在自己的身上, 希望能够让众人一起拉,大家立刻团结起来, 毫不犹豫地将绳子紧紧抓住,准备拼尽全力。 众人使尽浑身力气,全力以赴地拼命拉扯着绳子, 经过艰苦的努力,那名战士终于获得了解救, 他被拉了出来,看起来虽然筋疲力尽,但满脸的感激之情。 因为在这过程中,大家都没有顾及到自己的安全和舒适, 而是毫不犹豫地冒险救援着自己, 在关键时刻,他们超越了个人利益和困难, 展示出了一种无私和牺牲的精神, 他们不求回报,只因为他们深信彼此之间的纽带是无法被破坏的, 这种团结和友爱的精神,不只是单纯的集体力量的体现, 更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象征。 所以,这位战士在被成功救出的那一刻,感慨万分, 他感受到了对我们无私奉献的心意和坚定的决心,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真谛。 感谢观看